原本不是感恩的 exactly 4 领佑 成功 范蒂岗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1月5日 主持公开基建活动 教宗的药理讲授 继续以教会为主题 这一天他谈了 圣统治的慈母教会 教宗强调 主教牧制不是一项荣誉 而是服务 他不是买到的 而是凭着服从来接受 他不为抬高自己 而为贬义自己 像耶稣那样贬义自己 听命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世俗观念在教会内 没有存在的位置 教宗指出 借着主教 司徒和执事的职务 教会体现出他的母性 这就是圣统治慈母教会的 教会真面容 他陪伴我们一生的整个旅程 从借着圣起圣事 生于我们 使我们成为基督徒 直到经历考验 苦难和死亡的最脆弱时刻 教会的母性 尤其在主教本人 和她的墓资上表达出来 正如耶稣拣选了宗徒们 派遣他们去宣讲福音 并喂养她的羊群那样 他们的继承人主教 也被立为基督徒团体的首领 作为他们信仰的保证人 和上主临在他们当中的活跃标记 我们知道 主教牧职 并非一种有名望的地位 一项荣誉职务 它不是一个荣誉称号 而是一项服务 请不吝静 感谢观看